花蓮新的热门旅游景点也就是新天堂乐园 在面对微解封之后 更是所有游客还有在地民众很关心的重点 我们一起来看看新天堂乐园要怎么做 花蓮为暑假旅游热点 疫情期间平时热门的观光景点都没有人影 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三级警戒将延长到7月26号 并从本月13日起实施部分解封 平时总是游客众多的台开新农场及新天堂乐园 人潮不如以往 二楼饮食区也只开放外送及外带 关于最近的微解封 最关心的就是餐饮业者 至于能不能内用 也是民众关心的议题 现在微解封了之后 我们会遵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以及花蓮县政府的规定 开放部分的内用区 给我们的消费者来提供内用的服务 在这个进行的当中 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求我们所有的餐饮工作人员 要高规格的健康自主管理 那在人流方面呢 我们也进行控管 并且采用食联制 那提供给消费者量体温以及消毒 在我们的作业区呢 也高规格的进行防疫消毒的工作 再来呢 就是我们供餐呢 是不供食的 我们是用这个套餐的方式来进行内用 同时呢 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保持1.5公尺的安全距离 让大家呢 能够有这个防疫的效果 同时采用梅花座 在这个进行用餐的时候呢 我们用隔板来隔开 让大家在这里用餐的时候 感觉到非常的安心 新天堂乐园沈君如经理表示 餐厅部分将根据中央指挥中心的 防疫措施进行内用 也会请员工保持高规格的防疫措施 那目前为解封呢 娱乐的项目呢 还是暂时停止营业 不过呢 在这个电影院的部分呢 我们根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以及花联县政府的一个规定来办理 那目前的营业时间是早上9点到24点 那12号的时候呢 威秀影城会公布他们的放疫时间 另外大家关心的电影院 则也根据中央指示进行开放 营业时间为早上9点到凌晨12点 电影的播放时间则要等7月12日 威秀影城公布 请大家到官网上查询 实习记者肖玉莹 清幸运 张雨晴 花莲吉安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